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收益委员会 上海市红十字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户部队 限雪管理委员会 主办的第十个世界限雪者日庆典 即2010到2011年度 上海市无偿限雪表彰大会 十四日举行 当日上海市雪月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雪月中心联合举办 世界限雪者日庆祝活动 在上海市人民公园外的广场上 知名香港演员 吕良伟 方女郎 地球小姐参赛学员 以及中外志愿者齐聚活动现场 向路人传递限雪理念 招募无偿限雪 今天是世界限雪者日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日 因为限雪可以帮助别人 也对自身也非常有好处 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也希望我的粉丝 我的好朋友都一起来限雪 限爱心对自己也有好处 也是救人一个行为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 据信2013年 国内首部以无偿限雪为主题的音乐剧 《我在你的未来》 邀请房总明担任上海市无偿限雪形象大使 并拍摄无偿限雪宣传片 传递生命的动力 分析娱乐上海报道